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维格纳的大陆飘离说 维格纳先生是个气象学、天文学的专家 但是他在地质学上研究,奠定了后来板块运动的基础 维格纳先生是个充满好奇心 也是乐于挑战的一个年龄科学家 他对于当时地质学家 说明,许多化石分布在美洲与非洲 或者是分布在非洲与亚、印度 都极为相似的说法 他不能够解释,他也不能够接受 因为这些地质学家用冰河石群 整个地球上布满了冰雪 所以这些生物可以自由地迁徙在周宇宙之间 然而这些周跟周之间的距离 中间这么长的海洋 上面又冷又饿 这些生物如何经历过这么长的迁徙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说法 偶然的机会里 伟格纳先生发现了 美洲的东岸跟非洲的西岸 有着机位相似的地形 所以他就思考了很久 也找了很多证据 他思考认为 如果当初所有的地壳 所有的大陆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那么这些动物的迁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不同的周上面会有的这些相同的化石 所以他在1912年提出的大陆飘移说 认为所有的地壳在早期形成了一个盘古大陆 我们现在的各周都从盘古大陆分出去的 咦 可能吗 这些地质学家纷纷抱以怀疑的态度 以这个气象学与天文学的学者进来地质学界里面 乱说一通 怎么可能 你有看到地在移动吗 维格纳为了找出更多的证据 他去了很多地方去寻找证据 其中他到格陵南 格陵南是位于北极圈里面的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去找 因为冰天雪地可以保留更多的证据 他在这个地方研究了许多次 他去了十次 第四次也就是他提出大陆飘移说的18年后 1930年的时候 他在那边不幸遇到意外身亡 但是这时候地质学家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直到了20年后 地质学家找到了更多的证据 终于慢慢的承认大陆飘移说 是目前解释板块运动最有利的说法 以上谢谢各位的聆听